拆电影学书故事,我是Shirley Lynn 前阵子看到一个电视剧的片段 内容是《一个开会》的场合 经理说今天有位新近的员工是张总的干女儿 美国留学回国的高柴生叫宋慧 要大家一会儿见到她要给予热情的掌声 并在工作上好好待她 下一场戏,女孩进公司 经理再次召聚大家 介绍她就是美国留学回国的宋慧 要大家好好待她 接着,女孩走向自己的办公桌 隔壁桌的同事向她打招呼 介绍完自己,又说 你就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宋慧啊 不知道编剧导演是要凸显她是老板的干女儿 所以大家特别关注她 还是她是国外回来的高柴生 所以与众不同 反正一段三分钟的戏讲着同一件事情 对白与镜头的设计对剧情完全没有帮助 也没有任何事件的进展 观众需要的不是反复描述的讯息 而是戏剧 说什么故事 怎么说故事 这是写剧本 拍片最基本 也是最复杂的部分 故事 是主角在追求她的目标时 发生在她身上的所有重要事件的演进 说故事 则是去设计故事 将一连串重要事件的元素组合起来 在观众心里引起反应 而将故事往前推进 好莱坞著名电影编剧导演 David Mamet 举例说 若我们仔细听别人说故事 会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是用非常电影化的方式在说的 有天晚上 我站在街角 那天雾很多 有一堆人在我旁边发狂地跑来跑去 可能是月圆的关系吧 突然间 一辆车向我开来 而站在我旁边的那家伙对我说 我们将以上的内容整理一下 有一个人站在街角 多雾的夜晚 圆月的天空 有人说 我看每年这个时候 大家都变得阴阳怪气的 一辆车逐渐向我开来 这样看来 这个故事是不是就变成影视脚本了 因为观众是有想象力的 说故事的人把重点交代清楚了 观众会将这些元素 画面组合成你要说的故事 这就是用镜头来说故事 再来听一个故事 小鹿班比在森林里觅食吃草 猎人进到森林里捕猎 小鹿有危险了 怎么用镜头说这个故事呢 小鹿吃草 一个猎人走进树林 小鹿吃草 猎人脚踩树叶走过 小鹿吃草 枪上膛 小鹿吃草 猎人瞄准小鹿 手指按下扳机 一只大鹿冲进视线 枪响 树林里群鸟飞出 小鹿跑进森林 流血的大鹿倒在猎人脚边 小鹿停下 在树林里来回走 不见大鹿 猎人将枪口瞄准大鹿 树林里枪响 小鹿回头 这是一段动物与人的故事 没有对白能表现小鹿的心情 但镜头的组合 会感受出小鹿的情绪 在影视剧中 太习惯用对白 说一件事情的发展 或是反复描述 观众已经看到的事 我们会觉得用对白来说故事 是生活中很自然的事 但静下心来想想 其实我们不常用对话 来说一些事情的 譬如我和一位朋友 约在咖啡厅谈重要的事 有一位店员穿得很邋遢 而且不太注重 卫生地将咖啡递到我们面前 在这个当下 我和朋友其实不会特别停下来说 诶 等一下 你看那个店员 怎么穿得这么邋遢 又随便帮我们送咖啡啊 真是的 等一下要去投诉 诶 刚刚你说的那件事 说到哪了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这样的 因为我们正在谈正事 咖啡厅店员的事件 不足以打断我们的谈话 但是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而且戏剧中的对话 是要起到推动事件作用的 所以如何用镜头说故事呢 咖啡厅里 两个人对坐着 表情严肃在谈话 A说 这周如果不做决定 我们就完了 B 眉头伸锁 还有其他人选吗 一只缠着剩血的OK蹦的手 递上了两杯咖啡 咖啡溅在了桌上 B 顺着缠着OK蹦的手 看向店员 店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竞价边用白色胶带粘着 他拿起托盘转身离开 A 皱了眉 顺手将咖啡杯推开 凑上钱小声对B说 那些还没被抓进去 需要钱的人我都已经问过了 经过之前的事 已经没人敢再接这个活了 B 看着店员的背影 店员拖着一双破布鞋 走向柜台 A 捂着头说 我们这次真的完蛋了 B 盯着店员 若有所思 所以回到开头那段 老板从国外毕业回国的干女儿 第一天到公司上班 员工们各个严正以待的故事 可以怎么说呢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哦 喜欢今天影片的朋友 请按赞留言分享 希望学历历猜电影 能对你学习电影知识 技术故事有所帮助